草屯真農会连续举办16年盗民品质竞赛 邀请农粮署种局分属、农业试验所、台中区农业赶粮场等多名专家前来评选 而获奖的农民对于栽种也有相当多的巧思与经验 透过我们这次比赛可以说第一点农友这边可以让大家与良心的竞争 再来就是说可以发现我们超顿,超顿美食的故乡可以跟我们的美食同样提供出 其实就是农会有透过这个家园店和农业稍微博士上来给我们资党 我们就配合他们当然我们就生成最好的美妖农会了 等到一家企业配合因为不是我们老,也是要听专家的话 我们才配合自己的经验和条件 长达16年的稻米品质竞赛 在良性的竞争中让农民相互研讨栽种管理技术 将超顿镇的稻米品质不断的提升 更打响大名藏的名号 特别在这里恭喜我们得奖的这个优良者 我们今年第一名还是由我们的李启元先生来获得第一名的殊荣 真的是不容易,连续这三年基本上都是我们李启元先生的稻米获奖 代表说草团农会在这个田间管理座后栽培的这个品质提升的部分是非常的努力 透过类似像这种的竞赛 将我们的稻米的等级提升 让我们的消费者更能清楚的认识到我们草团地区 我们草团农会这些农友 产销帮们所种植出来的稻米 经过的评价评比是一流的 现议员庄世杰肯定农会的用心 让农民可以透过两斤的竞争 提升作物的品质与栽种管理技术 更透过比赛让更多消费者认识 草团又止毫米 这几年来看到我们草团农会 这样用心接近农民 辅助的农民 让我们的农业 三业越来越好越来越进步 也得到很好的名字 特别有这次的花团 让我们全国都认识到草团的米 品质的好 藉由每年的稻米品质竞赛活动 来提升农民栽种管理与稻米品质 更透过比赛能够增加社会大众 对于草团优质好米的认识及认同 进而增加农民的经济收益 接着永胜草团采访报道